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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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长期里 今天呢和我59岁的妈妈 我们到地里面种了一点江下去 五一劳动节呢 在今日头条 西瓜自评 抖音三大平台呢 推出了活动 自平凡的理 我母亲呢 今年按时机年龄呢 才59岁 我从小呢就生活在贵州农村 我的父亲和母亲呢 双方都是残疾人 父亲老实 背不好 现在的他呢 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在我的记忆中 妈妈是那么的伟大 勤劳 平凡 大家从镜头上呢 看到我们母女呢 就是双脚变形 然后双手呢 也是这样 不灵活 身不直的 在别人的眼中 我们是可怜的 但是别人的可怜呢 并不能当饭吃 在我父母的印象中呢 我八岁之后 双脚呢 就变形和妈妈相似的情况 后来呢 脚也越来越变形的更加严重 到后面呢 行走困难 走路呢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种奢望 我在十年前呢 得到了手术的矫正 改善了我 能够行走一点 但是我的双脚呢 还是一样 瘫痪无力 在我们小的时候 家庭条件不好 吃饭都成问题 然后我父亲呢 和母亲 依靠着他们的勤劳 虽然很辛苦 但是呢 他们特别的勤劳 每天呢 起得很早 然后早出晚归的 都是在地里面 辛勤的劳动 妈妈呢 处着双拐 然后呢 就用一把椅子 还有一把锄头 每天呢 都是在地里面辛勤的劳动 他的生活呢 很乐观 很坚强 他的坚强呢 也一直伴随着我 正常人呢 是很难想象 我们的生活 我们除了不能像你们 正常人一样 上班挣钱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呢 很多事我们都会积极的去做 像我母亲 就是我可以说 很多正常人呢 都就是 赶不上他 他 除了不能去上班挣钱之外 他呢 就是什么样的活 像正常人能够干的活呢 他也会去做 正常人做不到的活呢 他也会试着去做 在特别忙碌的收割季节 就是那个时候呢 要抓天气 父亲呢 就在田地里 把那些粮食 然后挑回去 挑回去之后呢 他又到田地里面去 拿回到家呢 都是妈妈就是 一步一步的爬在地上拿 在我的记忆中呢 那些装在口袋里的粮食 都是一百多斤以上的 然而妈妈呢 就靠着他残疾的身体 爬着跪着的在地上 一步一步的翻出来 然后把它晒干再装起来